各位好友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今天是8月13号 我是家军 我们将要给各位好友所分享的是 民主中国阵线发布的建立全球反共联盟的倡议书 倡议书写道 今年6月下旬 在美国参议员卢比奥等倡议下 来自八个民主国家的立法者 宣布建立新的跨国议会联盟 旨在应对中共国在全球贸易 人权和全球安全等国际问题上 不断上升的威胁 不过这个联盟对于中共的应对 还是一种以防御为主的措施 如何形成一个全球反共的态势 还有待进一步整合推进 显而易见 中共虽然野蛮残暴 但是其实际力量远不能与全球反共联盟相对抗 这就像二战时期的世界反反共联盟最终击败德意日那样 目前看来关键的问题是 中共虽然令世界所不辞 但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 会不惜冒险而去搏杀 而西方民主社会则缺乏对中共多多逼人的态势 迎投痛击的决心和行动 俗话说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中共躲过了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的国际反共浪潮 躲过了苏联和东欧共产政权倒掉的可悲下场 但是他躲得了初一躲不过15 今天中共的败亡就在眼前 首先是习近平的倒行逆施 在大陆 在香港 在维吾尔人的地区 在西藏 在台湾 在全世界 都露出其青面獠牙的猙獰面目 其次 王贡在于西方的觉醒 西方的觉醒 关键在于美国 美国的觉醒 重中之重 在于白宫 如今 中美关系 江和日下 包括国务卿 蓬佩奥在内 美国连续多次检讨了美国 过去近八十年来 对中共政策的错误和失败 宣告了美国对中共政策的根本改变 吹响了终结邪恶中共的号角 显然 美国现在的鹰派团队是相当清醒的 川普总统也是一位敢做敢为的总统 他敢于做出迅雷不羁掩耳的动作 让整个世界瞠目结舌 美国卫生部长到访台湾 不是为有效打击中共的可贵举动 完全突破了中共所谓的外交底线 我们呼吁川普行政当局 应该快马下鞭 率先与台湾建交 以此鼓励和带动其他民主国家与台湾建交 然后恢复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把中共踢出联合国 一举击溃习共多年经营的地缘政治防线和心理防线 此举一开就可以使中共内部产生政治裂变 使中国民众有所选择 有所期盼 中国人民将面临两个基本选择 是选择与习共沆陷一气 还是选择与世界为名相向而行 毋庸置疑 国人的选择一定是后者 蓬佩奥公开呼吁中国民众和中共内部的开明力量 应团结起来 共同铲除习共 然而美国仅有此举 还显得太迟太小 他用了一句英文 too late and too little 还远远不到位 因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出的灭共时间表还太遥远 是下一个世纪完成的事业 其实只要决心下定 中共是可以在美国烧家军事打击之下 或者干脆来个斩首行动 就会灰飞烟灭于旦夕之间 希望美国能够身体力行 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演说 给予中国民众以实际的力量 这个英文是这样说的 We must also engage and empower the Chinese people 与美国和西方民主世界一起摧毁习共专制独裁政权 蓬佩奥的这句话一针见绝 中国人民改变中国和中共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精神鼓舞 尤其是对中共匪首的军事打击 支持全球南欲的天下导供大势 也以形成之际 无数被中共长期压迫而渴求自由民主的中国民众 与世界反共力量一道 第五分南北 人无分掌右 皆有责任加入到这个反共的世界大潮当中去 让我们同心同德 来实现中国人民建立民主宪政的百年夕院 开创一个没有中共专制统治的崭新未来 为此我们特别倡议建立全球反共联盟 在中国大陆的民众需早做准备各自为战 与团队作战相结合 对政治权利和权威采取不符合不服从坚决抗命的姿态 随时施机而动 强倒众人推 破骨万人锤 一举击垮中共 在民主自由国家的反共人士 在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法国 德国 荷兰 丹麦 瑞典 西班牙 东欧各国 日本 台湾 香港 澳门 泰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在世界各地组建反共联盟 与当地民主政府进行互动 取得联系 争取支持 过去三十多年 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一直站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中国人这一边 现在很多西方国家也饱受中共的高压和淋霸 他们更愿意和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推倒中共这座世界上最后的巨大的柏林墙 西方世界与中国人民一道承担着打击中共的重要职责 而美国又是打击中共的最重要基地 我们乐见这个全球反共联盟能够以美国为主要基地和鲁比奥所倡议组建的跨国议会联盟相呼呼应 协同配合 从而达到将中共彻底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最终目标 抛砖引玉 欢迎世界各地的反共意识 共同商榷探讨 作者地处澳洲远在世界偏僻一语 希望北美出现英雄豪杰登高领军执掌牛耳 在下定然安全马后尽心尽责 鼎力支持民主中国阵线2020年8月11日 那么这篇文章呢是民主中国阵线的主席秦敬先生所写的 感谢您的观看 再见